现在台北市政府在3月4号起 为了要整顿自行车的围停乱象 所以就要把台大总校区周边 新生南路的附近巷弄 纳入这所谓的围停拖吊范围 也引发了部分的民众质疑说 这大车不拖拖小车 而且也跟拖吊的时候 不进巷弄这样的一个规定相左 是不符合比例原则 原本宽敞的人行道 卡塔恰到的横七八竖 既然要走还得绕道 台大周边自行车围停乱象 长久以来难以解决 台北市府决定祭出新法则 台北市政府从3月4号起 不止台大周边的人行道 连重要的几条邻近巷弄 也将纳入自行车的拖吊范围 往后除了捷运科技大楼站 和公馆站周边人行道 新生南路三段86、94和98项 以及新生南路人行道区域 都将直接进行围停拖吊 虽然附近居民拍手较好 不过身外单车车主的学生们 可是有点为难 其实像我自己就有时候在学校 就是他也是会贴告示 可是有时候就是为了方便 有时候还是会乱停一下这样 先做一个警告吧 然后再拖掉 就是你直接拖掉感觉有点 就感觉有点过分嘛 还有学生抱怨 像弄内级车违规也不少 市府不拖掉 现在却拿自行车开刀 大车不拖 拖小车似乎不符合比例原则 很像自行车拖掉 一次的自发手组 是地缘岛 跟地缘岛 然后也有规划 这样的地缘车图件 实际地缘车的部分 不过还是可以 下去分离于 以造发为例 市府表示自行车 与骑机车拖掉 法源不同 而且自行车拖掉不收费 只是政府想要解决 为庭乱象 就怕引来执法 两套标准的质疑 最后的新闻网上 米黄园员台北参访报道